台北華西街夜市美食雲集 最近有家餐廳辦的一場大威王比賽 至今沒有人挑戰成功 直到我去挑戰我才發現... 完了 大家好 我是超島 我們現在來到台北這裡了 然後我身旁這件是黃金蔬菜蛋捲 欸...你各位啊 在華西街觀光夜市這個入口 這邊有一家賣蔬菜蛋捲的店 他們最近有開設一個大威王挑戰 我們早在18分鐘內 18個蛋捲我們就可以獲勝了啦 但是說他這個挑戰啊 我剛才問了一下他這個重量大概是多少 他跟我說3.6公斤 哇... 哈哈哈... 18分鐘 要你吃3.6公斤的東西 你覺得這個難度OK嗎 雖然我們今天挑戰失敗啦 我們要支付今天餐點的費用 可是啊老闆會將這個費用捐到一些工藝單位做工藝 我是覺得說他這個挑戰啊 是一個利益兩三充滿愛心的感覺啊 不過OK啦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去挑戰嗎 G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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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餐點 就是超乎我的想像了 我剛店家有拿了一份同意書給我們簽名 他這邊挑戰規則是 限時18分鐘內使用完8份蛋捲 限制一人使用 還有離開座位試同棄權 盤內食物需全部使用完畢可自備營品 活動費用新台幣800元 那我們準備好開始挑戰吧 好 開始 那我們先從這個起司的開始吃起來 來啦 好好吃喔 這蛋捲中間非常湯 所以其他的我先把它剝開弄涼一點 對面有點燙耶 對面有點燙耶 好燙喔 這挑戰最難的地方 除了份量 還有他的食材溫度 這邊有開始搖頭 讓食物比較好下咽 好大便利 蛋料理沒有什麼水分 記得要帶水或飲料來挑戰 這次搖頭晃腦的是莫名的對吞東西有幫助 吃到這已經有點吃力了 滿嘴都是雞蛋還有米乃滋 那麼嘻,在雪維持沒有在一起 然後再吃兩杯 會不分手 吃一杯 吃不分手 吃兩杯 好燙 吃兩杯 切成 吃不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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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挑戰啦,差不多兩分鐘就要吃掉一個了 非常的乾 我吃到第三個啊,就覺得味道有點恐怖了 我覺得這18分鐘真的難度很高 它有4.5核心的 長龜蝦 我們有過七分鐘了,我們可以吃了三個而已 看來我們是可以慢慢吃的 應該是不會過的 完了 你刚刚一停下来就觉得会有一些油腻感 完蛋 那就是豆腐要吃了 应该是没那么多了 这个有9分钟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慢慢吃的時刻了 哇好硬啊 那各位我們現在經過了11分鐘了 不然我投降了 我慢慢吃了啦 我提到浪感謝你喔 謝謝謝謝 OMG 我們今天會來這個挑戰 是因為 它這個是3.6公斤18分鐘內吃完 我們有之前的經驗啦 我好像吃了 3公斤的拉麵20分鐘內吃完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啦 可是說真的 它這個因為都是蛋啦 所以吃過會有一種會讓你 會恐怖的味道 要不然 我們單吃啊 它是好吃的 因為味道都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我們可以吃很可愛的 有時候就吃到 可能就是這個 就吃到 我們也要能吃太多更不 tier了 但是我們帶來了 太酷了 我们在18分钟啊 吃掉了五盘的蛋卷 这五盘蛋卷的重量是2.25公斤 我是觉得说我们光是吃这五盘 就已经吃到有那么点吃力了 如果你看到这个挑战 想要来尝试看看的话 就无必要注意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 不过真的没办法就不要勉强啊 还有说它这个是要提前报名的 报名方式就是去它粉丝专业那边报名就好了 那我们剩下的这三盘 我们就请老板帮我们打包起来 我们带回去跟虾肉板一起吃好了 哇 要不然说我们一天吃掉那么多的蛋啊 真的是有点恐怖耶 OK啊各位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外面了 那来说说我们今天吃蔬菜蛋卷大胃王的想法吧 诶 你各位啊 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啊 我们能在18分钟内把所有餐点吃完的话 哇 你要是3.6公斤 本来就已经很难很难了 而且今天还是这种扎扎实实的蛋料理 哇 我觉得说它的难度啊 是难上加难啊 但你各位看到这边啊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想挑战吗 如果你平常是喜欢吃这种蛋卷料理的人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 你把它当成说是800元的蛋卷吃到饱就好了啦 而且说你吃不完啊 还可以打包让你带回家继续吃啊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吃边做公益啊 今天它这个费用啊 他们会捐给有关果果的相关公益团体啦 就像我上次在转运站的那个大王挑战一样啊 我们最后一次将讲已经回想给那些毛小孩啊 我觉得这个挑战是还蛮有公益性质的 就是就算今天挑战失败 人也是很开心的啦 但如果问我说今天要我们再回来这边挑战的话 我OK吗 诶 各位这张人 小蛋子叻 小蛋子叻 我真的没吃你啊 真的没吃你啊 还记得我们上次有说过 哇很多大王挑战的食物内容啊 那真的是会让你有一种很不好入口 然后味道也没那么好的感觉啊 可是啊我们今天吃这个挑战啊 虽然我们是18分钟吃了5个而已啊 可是我们前面吃那两个味道啊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所以如果要我们回来这边用餐的话啊 我是选择不要去接受挑战 而是说我们就单点这样一两个 这样吃就好了啦 然后吃完还可以逛旁边的华西街夜市啊 你不觉得这样感觉也还蛮不错的吗 好不好 好那各位看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推荐挑战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觉得不得 还有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还有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这样的频道 我会超级感谢观众支持我们哦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